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开放的朝代 以胖为美的身份标准是否属实呢 当时女子又是如何保持丰满标志的身材的呢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谢谢 全个有用的知识点 唐朝女性怎么保持风雨的身材啊 说起大唐女子 许多人脑海中一定会构思出一副 衣美飘飘 如群飞扬 青纱环绕的唐朝侍女图卷 这是一个特殊的朝代 因为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 沿着丝绸之路 对外来文化的汇聚与包容 使万国来朝的大唐彻底站在了世界的顶端 及四方文化思想于大成 也使得那时候繁荣昌盛的唐朝社会 变得愈发的开放与超前 这一点从社会对女子包容的态度中 就能充分的体现 与历朝历代女子 寒羞遮掩的服饰风格不同 唐朝女性服装的知识多种多样 图样色彩也是层出不穷了 在唐初时 与窄服搭配穿着的半笔衫 也有圣唐时期在贵族女子之间流行的 大袖衫 皮衣博等等 以及曼妙如仙的 骑胸如裙 其款式是仙长飘逸 裙带高继在腰线之上 甚至莫过胸部以上 显得穿戴她的女子身材 仙长 无论是销售的身形 还是丰满的身材 都能穿出一种别样的雍容之美 那为什么在贵族女子之间 大袖衫和骑如裙 会如此受欢迎呢 其实这也与唐朝特殊的审美标准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很多人都说 唐朝女性以胖为美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真正的大唐对女性美貌的态度 其实是一种健康朝气之感 这也就意味着 过于销售的女子 总是给人一种 孱弱的病态 所以女性们才开始追求风雨之美 身材丰满到刚刚好的程度 则为最佳 过胖或者是过瘦 其实都不符合唐朝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也正因为如此 宽敞飘逸的大袖衫 和仙长修身的骑凶如裙 才这么受欢迎 销售的女子穿着这些服饰 会显得其身材更为风雨 而过于丰满的女性穿上 也会起到良好的修身作用 令两者都借助服装的帮助 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 何乐而不为呢 唐朝女子着装 与唐人以风雨为美的审美标准 是息息相关 那传说中更为开放的开胸装 又是否真的存在呢 不卖关子 答案是真的存在 在著名的唐太永太公主墓壁画上 其仪仗队中就有这样一位女子 疏高纪 肩上穿戴着一件红色的皮膊 里边则穿着窄袖短衫 领口开得极大 以至于半路苏兄 风韵十足啊 教人瞬间就理解了诗词当中所言 春意透苏兄 粉胸扮演凝暗雪的绝妙和意境啊 这也就充分证明了这种开胸装 在唐朝设计是真正存在的 它的样式其实与如今西方流行的 低胸晚礼服有些相似 只是唐朝的开胸装不允许露出兼备 而且一般都会搭配着批驳一起穿戴 张艺谋指导的著名影片 满城近代黄金甲就将这种开胸装 搬上了大银幕的幕布 并且还凭此提名了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服装设计奖的殊荣 可见唐朝人的审美是多么的登峰造极 而这种开胸装的出现 其实也和大当社会对女性之美的追求息息相关嘛 那时候流行一种说法 美丽的女子不只是要体态风雨 还得分紧苏兄 陶塞性脸才称得上是角色美人呢 你可别想歪啊 这里所说的苏兄其实与身材和丰满程度 只要是说女子胸前的皮肤要白皙润色 只有这样的女性穿上性感的开胸装 才会风韵十足 堪称角色佳人 而在唐朝的社会 也不是说所有女子都能穿这种开胸装的 能穿戴的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非富极贵的高阶层女子 譬如地位显赫的公主嫔妃 或者是贵族妇人及女眷等等 普通女性和一般的侍女 则是没有资格穿戴这种开胸装的 因为如果人人都穿 又怎么显现出贵族女子尊贵的身份 和特别的风韵呢 而第二类 能穿戴开胸装的女子 则为另一种极端 一般是身份卑微 在青楼瓦斯中工作 以身体取悦于贵族及统治阶级的歌女 舞女等等 他们因为工作需要 着开胸装 抛头露面 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 即便大当社会思想相对开放 但在森严的阶级制度下 和男权思想下 女子普遍的地位仍旧相对的卑微 并不是彻底的开放自由 这种现象在武则天时期过后 意义更加的明显 唐朝女子为追求半路苏兄的风鱼之美 发明了性感的开胸装 那么除了衣着服饰之外 当时的女子还有什么方法 能让自己保持风鱼的身材呢 你可别小看唐人的智慧 那时的风胸嫩腹之法 可谓是五花八门 最开始 贵族女性以食肉的方式 让自个儿体态丰满 但人们也很快发现 这种多吃长胖的方法 颇为鸡肋 多数情况下 该长的地方不长 不该长的地方 倒是堆满了脂肪和肥肉 反而影响美感 所以后来 女子们又开始使用黄豆 来达到风胸的目的 因为黄豆中 还有丰富的雌性激素 而胸部的主要营养来源 恰恰就是雌激素 所以食用黄豆风胸 以达到视觉上风鱼的体态 是一种十分科学的方法 真想不到 远在1400多年前的唐朝古人 就已经将之 运用的炉火纯青 只是黄豆吃太多 对肠胃的影响并不太好 想象一下 一位风韵十足的美女 回眸一笑 腹中却因黄豆而胀起 翻江倒海 偷偷把其放出 幼稚周围甲碗超标的场景 所以对于如何塑造 一对丰满的素胸 著名的大唐美人杨玉环 又想出了另外一套 十分有效的秘方 那就是常年享受温泉的按摩 在白居易的《长亨歌》里 就有这样一段描述 春寒次遇华清池 温泉水滑溪凝脂 贵妃正是因为 时常在华清池享受温泉美誉 才造就了她一直 白袭如雪的肌肤 另外再加上 其在沐浴室 经常施行一种独到的穴位 拍打起按摩之术 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 才令她的身材越发别致 造就了一副风韵十足 美轮美奂的坟井苏兄 由此可见 唐朝女子之美朝起而健康 虽然此时女子地位 依旧不如男性 但至少仍在 封建腐朽的古代社会中 独树一致 超前而开放 而正因为有如此开放的社会 才能塑造出一副副 鲜火多姿的大唐女子花圈 也令中毒不熟男儿的女郎 陆续登上的巅峰和历史舞台 令处于男权社会下 千百年的中国古人 第一次察觉到了 女性独特的风采和魅力 所以盛世大唐又怎能不叫人 艳羡和追忆呢